为了鼓励农民利用农膜回收机来回收农膜 县府农业处日前在国庆乡举办农膜回收机示范规模会 邀请种植草莓、木瓜等会使用到农膜的农民来参加 希望透过补助购买,解决农民农膜无法回收 造成堆滞或是燃烧的污染问题 今天利用这个农场里面我们来做一个示范 那未来里面我想一个回收机制里面我们来做探讨 包括我们农民的这种处理或者这个堆积的问题 包括一些清延、包括业者回收的一个机制问题 我想我们南德县政府没有作物旁贷 要把这些业务来处理好 县委员书一辰表示农膜回收机的使用既方便又省力 并且县府也有合作厂商来回收农膜 因此也鼓励农民向农业处来申请 身为议员也会建议农业处来补助采购 让种植环境能够更永续 我想农民看到这个机械的时候 在操作时既方便又省力来回收这些地模 我这些地模也要有很多效率来回收 回收掉我们就来上来回收的厂商 来做一个处理 避免垃圾的问题在滋生 我想我们后面可以通过农会 接下来进行公所来做一个申请 我们管政府来扮议宣来 補助我们议员所有的议员也都专业来支持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国县乡这部农膜回收机是县府补助的第一台 这台机器已省时省工 也减少农民的职业伤害 除了希望农业处能够持续来补助之外 也鼓励有需要的农民能够多多来申请 在我们的农业部还有这个补助二分之一的状况之下 我希望农业处可以持续补助农民至少四分之一 然后我们来鼓励十三乡镇有需要的 比如说你是种草莓的种木瓜的种丝瓜的 那有需要的农民可以透过整个产销班 或者是农会的机制 那一起来跟我们的农业处这边来做申请 那趁着在明年年底之前 农业部还有这个计划的时候 赶快来申请农膜回收机 副委员陈宇农肯定宣服农业处 补助农民采购农膜回收机 并媒合业者来回收农膜 解决县内农膜的问题 也希望农业处能够持续来补助 帮助县内农业发展能够更永续 记得成为一国现象采访报导